这个研讨会看起来好像是说 如果司法强行介入我们的环评 要怎么办的一个研讨会 那这个我想这跟中科三级 我们被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说我们的环评无效有关系 那我今天重点不是要跟你讨论这个 因为我也拿到一个资料 当然刚刚陈杰伦委员跟你讨论到说信赖保护原则 那现在保护原则当然就是法治国家 他们基于国家法定 那个这个国家法的那个安定性的原则 作为根据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这个我都知道 不过就是大法官会议 这个市制第525号529号 589及605号的解释也有表示说 如果是基于保护或增进公共利益之必要 必须对其利益之损失于补偿 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在进入汤灰了 那我那一天你们要强行审查中科三级 这个所谓专家学者的这个审查 进行风景 这个健康风险评估的这个审查 我也去那边苦口婆心 好话说尽说到后来都发脾气了 好不容易劝服你们说 那一天不要继续那个审查 不要进行那个审查 为什么 因为我那天问得非常的清楚 你们的官员 中级处官员告诉我说 那是一个续审 就是继续的审查 那续审的话 我又问说 那么我们现在那一天 我们要就是你们明天 还要再继续审查 这个会 有没有既定的结论 跟我说没有既定的结论 那么我就要求说 既然是续审 没有既定的结论 表示中科三级的环评 没有结论 既然没有结论 现在中科三级科学园区 那些正在动工的厂商 就必须停工啊 那再怎么样 我当场要求说 至少我们环保署的官员 留一点面皮 颜面给我们 在审查的期间 你中科三级的那些厂商 好歹停工一下 国科会的人 连一通大哥道 我说你现场党大哥道 告诉他们停工 没有大哥道我借给你 也不敢打 也不肯打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如果续审的话 那些厂商不停工 那我们就刚才宣布 我们的环评制度已死嘛 那如果说我们的 这个环评制度是存在的 那么那些厂商 我们现在已经被 行政最高法院判决 说我们的环评无效 你既然 说我们的环评是有效 那就宣布司法已死嘛 这两个不可能同时存在嘛 所以我今天是说 我也要跟你说这么高的诚挚啦 你们明天还要继续审 中科三级的健康风险评估 表示说现在 中科三级的风险评估还在继续审查 那么就请 那个中科的那些厂商 停工 国科会如果 我知道你等一下又说 这是国科会的权责 国科会没有下令他们停工 明天国科会不可以来我们环保署 进行这个报告 不然就是视我们环保署于无误 就只有国科会没有环保署 司长请回答 我想你这边有很多的误解 我想这种推论并不是正确啦 你直接回答 不要说我误不误解 是 因为在环评法里面很清楚啊 就是 他撤销的结论是把结论撤销之后 当然我们要继续做环评 没有我现在是告诉你 说里面是续审嘛 对不对 对续审嘛 中科三级的环评 现在是续审 表示没有结论嘛 对不对 续审啊 那现在他的存在的状态 存在的状态 是属于另外一个 就是他的许可要不要撤销的部分 已经有的许可要不要撤销 没有嘛 你现在中科三级的环境影响评估 就是没有完备嘛 你现在不然的话 你现在明天在审时吗 他曾经完备 这个完备是两件事情 是不同的习惯 曾经完备 因为他曾经完备 所以取得了许可 你曾经完备的话 那你就不用审了嘛 对不对 要啊 你现在需要审 就表示不完备嘛 你曾经以为完备 他撤销之后 你应该说是你曾经以为完备 那你现在明天还要再开这个审查 会表示说你承认那个不完备嘛 不是不完备 我现在要把这个逻辑进入 很简单 行政成绩法书 这是违法的许可 现在是对违法的许可的处理 他的许可 他的开工状态是个违法许可 违法许可处理就是国科会 一行政程序 把第117 118 119条去处理 我跟你讲 我不跟你讲那么多 我只是要问你一句话 好 必须要讲到那边 才能处理 好 我请教你 我们中科三期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到底完整了没有 为什么明天还要续审 到底结束了没有 为什么明天还要续审 已经结束了 但是他撤销我结论 所以我们续审 所以表示你以为已经结束 结果还没有结束 所以你明天必须续审 不然你明天续审个什么 对没错啊 你浪费我们国家的资源 厂商那边也有信赖保护的事情啊 所以这两边 我现在不跟你讲信赖保护 必须要讲啊 因为不然的话 你就说要他停工啊 可是你要 你让他停工就要讲信赖保护啊 不是我跟你讲 你既然续审 表示你的那个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还有一个尾巴在那边嘛 需要你去解决 既然这样的话 你的环境影响评估的报告 你的环境影响评估就是 没有结论嘛 因为我跟你讲 你明天除非你认定你明天所办的那个 只是一个橡皮毒章 只是一个漆上满下的一个 那个那个会议 你还没有审 已经知道说 这个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是一定会过的 你目前有的数据 它是会过的 也是你讲的 因为做出来的报告就是 十的负七 风险只有十的负七 你是那个环评的委员吗 我不是 我只是告诉你 他的可能性很高 那我给你讲哈 那个我们负责环评的单位终极处哈 行文给我们所有环评委员 署长今天在这边发言说 代表所有的环评委员说 明天这个是会过的 我只跟你说一个可能性 是很高的 因为现在出会的报告出来 已经是那么低的 我们也过去审查过两三次 你说的可能性就表示说 你专家也审查过几次 不是没审查过 署长 我跟你讲 你既然承认你不是环评委员 你也承认说明天不是一定会通过 那么我只是要告诉你说既然在审查之前呢 在审查之前你就是应该让厂商停工 因为这你要续审 不是我要让他停工 我也没有权叫他停工 我没有权叫他停工 好 如果国科会没有叫他停工 国科会明天就不应该来我们环保署报告 做报告 因为这个 他有责任 他有义务来报告啊 因为我要继续审还没 你怎么能让他不来呢 他有义务要报告 他有义务报告 但是他如果认为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如果不尊重我们环保署 你凭什么让他来报告呢 我刚刚已经讲的非常清楚 不尊重我们环保署啊 因为我是他有义务 我要后来报告 他怎么叫不尊重我呢 署长 你这是我所见过最痞的署长 环保署长啊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马英九总统这么赏识你啊 我没有看过一个人 把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啊 把他扭成这个样子啊 我相信我们现场 包括蓝营的委员 倒不是你有直接来了 因为你的假设错 你认为我有权叫他停工吗 不是我已经告诉你 我已经料定你会这样讲 所以我说国科会 你会说国科会应该叫他停工 是啊 那既然国科会 那国科会判定不需要停工啊 那你明天 他的信赖保护跟预为父的利益 你明天是去 他的判定 目前来说认为说是社会公益这部分 没有长期不利的健康影响 现在保护原则是国科会对他的事情 对 你是环保署 我陈述他们讲的结果 你说对 我跟你讲 国科会的事情没错 所以 你是环保署长 但是我也转告他们做成了这样的决定 你听我说 你是环保署 你是全台湾环境保护最高主管机关 保护署就要保护健康 所以我要跟你评估 结果看他健康有没有初步被他保护 保护土地 你明天 这些环平委员来审健康风险评估 你自己也承认你不是环保 环平委员 你也不能够替他们讲说明天会过 我其实是环平委员 我只不能替他们讲 你自己刚刚说你不是 所以我也吓一跳 事实上我是主委 对我是主任委员 你自己讲了 我跟你讲 你自己是不是都不知道 你还跟我讲什么 要保护台湾的健康 国民的健康 土地的健康 但是其实我是主任委员 我又不能影响这些委员 我只告诉你一个可能性而已 署长我跟你讲 新来保护原则是 国科会跟厂商之间的事情 不烦你代劳 有一件跟我有关 不是完全他的事情 就他的健康风险评估还是由我们这边来审查 对没有错 对 所以如果说 所以我刚才讲说 国科会民间之所以 为什么必须来环保署做报告 是因为你们认为这个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结束嘛 对不对 至少没有结束嘛 对不对 对 你也承认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所以是续审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是续审嘛 没错 没有结束是续审 表示我们中科升级的 环境影响评估 比如继续审查没有结束 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么国科会凭什么让这些厂商继续动工呢 因为国科会的这些科学区里面厂商动工 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环境影响评估已经完全的结束 而且是完整的 而且是通过的 这个是错 那你也跟我讲说明天不一定通过啊 刚才你讲这个答案是错 不是对了 署长 我跟你讲 现在为什么我们的人民对环保署失去信心 对我们政府失去信心 有这样子的署长 我本来是期待说 你今天如果在我们的总统或院长前面 你力争到底 他们压着你说 必须这个考虑厂商的这个损失诸如此类的 但是你今天在那边嗷到嘞 不是嗷到嘞 不能脱离依法办事啊 我们是依法在办事情啊 我只是告诉你 你今天站在一个 你不能脱离法律 环平的法规 你还没有结束 你也承认 还没有结束 你也承认这个是续审 表示我们中科升级 这个法律的解读不对的关系啊 好至少 为什么明天我们要开这个会 表示我们中科升级的环境影响评估 健康风险还没有完成啊 这些厂商凭什么 还继续动工呢 如果这些厂商继续动工 就表示我们国家没有环保署了嘛 国家会明天来环保署来报告什么呢 根本不用报告了嘛 环平一时啊 好明天的事情 我们明天处理 那我们现在啊 这个委员咨询 这有 对吗 疼